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甲子园的热血,是每个少年的青春,互动青春,孕育未来今天,试运会小课堂栏目,小匹带你一起了解热血等棒磊球运动,试运会棒磊球项目,设置棒磊球小项设置表,上海体育博物馆相关藏品,上海体育博物馆内,也有许多关于棒磊球的藏品与故事,小匹特别精选了部分藏品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早期棒球球棒,该球棒,成员柱形,有整个木料制成,棒面平滑,木纹清晰。早期棒球球棒,被木制,后期出现,铝材质球棒,和复合材质球棒。职业运动员,在选取使用,油金属,木片,或竹片,结合制成的球棒之时,需获得比赛裁判员的认可。早期垒球手套,该类球手套,为皮质,较为柔软,球窝宽大,拇指与食指间,有绑带,将其合为一体。 1915年,第二届远动运动会时,菲律宾,曾派女子垒球队,来部表演。 1919年,圣云汉大学处中,在体育课中,开设了垒球课,在室内进行。 垒球运动,逐渐在上海女子,乃至少数男子群体中,普及开来。 藏品就介绍到这里了,想要近距离观赏藏品之美,欢迎大家,到上海体育博物馆,一探究竟。 进入上海体育博物馆,预约关于放垒球的冷知识衣,放球比赛没有时间限制,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崩溃。 其实,大部分的比赛,会在二至三个小时之内,打完九局。 只是偶尔会。